大家好,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9天 今天呢,前方是有一些消息传来 据说呢,双方在土耳其的谈判呢,取得了一些进展 俄罗斯这边呢,也表示出了同样的意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高兴的宣布呢,乌克兰取得了胜利 所以这个消息呢,我有点将信将疑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在土耳其的谈判呢 是有一定的进展 具体的内容呢,现在双方都没有公布 据土耳其媒体透露呢 这个泽连斯基跟普京呢,不排除他两人亲自见面 地点呢,可能会在以色列或者是在土耳其 现在有关俄乌双方的消息是这样的 尽管在战场上面啊,零星的冲突依然有 但是谈判也在进行 这个符合那个边打边谈嘛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俄罗斯在战场上呢,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那么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情况分析一下啊 因为可能很快呢,双方就会有一个结果 我希望是这样吧 就是大家能谈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这样的话,最起码老百姓不遭罪嘛 也不用几百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嘛 然后呢,俄罗斯这边呢,担心子女上前线嘛 这些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让我说呢,每个人在心底呢,还是希望和平 在一周前啊,我做回一期节目 就是应观众朋友的要求啊 让我对这个俄乌战争呢,做一个预测 说什么时候结束 一周前呢,我就出了一期节目 我当时说呢,这个仗呢 要打到二十天左右的时候 就是打到三周的时候啊 应该就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它肯定不是总的结果 但是到这个阶段,它会出来一个结果 那么从今天双方谈判的情况来看 这个时间点可能就是到了 俄罗斯呀,是再也打不动了 我们从现在仗前上的情况来看啊 俄罗斯的地面部队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推进 尽管有进攻,但都是零星的进攻 而且是以火炮攻击为主 就是坦克冲到城镇里头呢 也是对着居民区呀 一阵狂轰滥战 因为人家武装人员该撤退的 早都撤退了 怎么可能被动挨打呢 人家的战术就是那种机动型的战术 不可能等着你进去打别人吗 从这次战场上的态势来看啊 在陆地上面呢 只有乌克兰军队打俄罗斯军队的份 俄罗斯的军队呢 就根本打不着乌克兰的军队 他现在只能把愤怒呢 发泄在这种民用目标上 所以地面部队这一块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就不要提了 他肯定是没有战斗力的 另外也不断的有观众问我啊 就是停在这个几乎北边的 这个64公里长的这个俄罗斯车队呢 为什么不遭到乌克兰的进攻呢 那么这个呢 我也回答一下 首先这支车队呢 它建了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军力的五分之一 那么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 对乌克兰说怎么样是最有效呢 就是把它陷到这个地方是最有效的嘛 它又不能前进 又不能后退 而且放到这呢 还要消耗战略物资 还要帕别人去空袭它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呀 设计很多防御性的装备 可以说这个车队呀 它是拖住了这个俄罗斯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兵力 所以如果我是乌克兰的部队统帅呢 我也不会去打他的 就跟以前抗日战争的时候 为什么说打伤一个日本兵 比打死一个日本兵的作用很大的 因为打死一个 这就打死一个了 但是你打伤一个日本兵呢 就要来两个日本兵来救他 所以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呢 中国之外的部队呢 就流行一个说 打伤比打死的这个战争效果好 当然你用这种战争损耗来算的话 那么把64公里的这个车队呀 把它陷到这 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因为它肯定是跑不掉 但是你这个俄罗斯呀 必须得管这个车队 我觉得按照这个乌克兰这个国防部长 那么精明的 这个账他也可以算来 假如说我们不算这个账的话 按照乌克兰现在的这个武器装备呢 我觉得也能把这个车队打个七七八八 高空的无人机 而且乌克兰还有战斗机嘛 远程的火炮 然后靠近了以后这个标枪毒刺一块账 我觉得也能打个差不多 但是那打完了就打完了 它没有消耗了呀 但是你把这五分之一的兵力 你陷到这 那么这个作用呀 就远远大于歼灭它 这是我的解释 不一定对啊 那么现在能在谈判桌上 取得这个一致意见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俄罗斯打不动了 我们能从几个方面来应对这个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它的地面部队已经有一周 没有像样的进攻了 我当时的预计呢 是俄罗斯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呢 就是把乌克兰境内整个的这些部队呀 集结在一起 向吉普发起最后的一击 这就是它地面力量 然后呢 这个远程火力呢 就是那导弹呀 对这个乌克兰的重要地方呢 进行远距离的打击 但是我猜想呢 可能也就是最后这两招了 然后这两拳再打出去 没有效果呢 那估计就要做的 谈判桌上谈了 这就是我一周前说再过一周 可能会出这个结果的这种依据吧 那么现在来看 基本上是如我的判断 它首先这两拳都没有打成功 地面部队那是肯定没有动 大家看这一周的新闻 你说它的这个地面部队 什么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 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零星的炮击 这个是有的 因为它必须要保持一种战斗氛围嘛 给外界也要做做样子呀 但是你看它打击的目标是啥 大多数都是民营目标嘛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远程跟高空 那么它这一周也是非常失败的 估计这一周 俄罗斯的战斗机能被乌克兰打下了20架 因为有一天 它就被打下来了10架 然后这一周了呀 你想想一天打下来一两架 没有20架 156架应该是有的 这就是空中力量呀 我觉得俄罗斯也差不多了 但是再能组织起有效的空中力量呀 它估计得从别的地方呢 再调空军到前线来 这个估计又得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看远程打击这一块 那么就是它的导弹 那么它的导弹啊 那这回是太丢人了 从乌克兰缴获的这个导弹残骸来看 俄罗斯的导弹呢 这个电路呢 还是用的线路板 就是以前的一刷电路板 上面焊的什么电容呀 二级管三级管还是那种东西 居然没有用芯片 你想想能用电路板 这最起码是20年前的东西 十几年前电路板都淘汰了呀 都是用的集成电路呀 现在俄罗斯在这么高端的武器上 竟然用的是电路板 所以它这个装备啊 是老掉牙的 而且战斗效率特别低 现在呢有一个统计 说是从2月24号这个战争开始 截止到3月11号 俄军一共发射了810枚导弹 但是乌克兰国防部 探明道的坠落痕迹的呢 只有328枚 剩余的480岸枚 不知道飞哪去了 大家看看这个比例 就是它60%的导弹 不知道打到哪去了 根本没有打到目标附近 就是乌克兰人都不知道 那60%打到哪去了 另外我们从它这个导弹 摧毁的战略目标来看啊 这个命中率也不是很高的 就是它打到这个目的范围的 这40%的导弹呢 我估计命中率呀 还要大一个折扣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俄罗斯这次出兵呢 它主要是想以这个地面的钢铁洪流呀 做一个主力的突击 然后呢天上有飞机 远程呢有导弹 它想做一个这样的军力部署 然后是对乌克兰呀 做一个闪电战 三天搞定乌克兰 结果呢现在是过了19天 它根本都打不动了 所以它的整个这次入侵呢 军事上面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的 那么在外交方面 在政治方面 那更是失败的没有办法了 它现在就成了一个国际社会 共同谴责的对象嘛 而且是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呢 都对它发起了制裁 所以它这个仗呀 里里外外呀 都是打得非常失败的 那么这样从这个战争层面 它的国际形势 包括它国内的这些反战力量 所以这个仗呀 它打不下去 它现在能谈判的 我觉得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为什么我认为 虽然他们谈判的结果呢 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我觉得这个谈判的结果呢 肯定是有利于乌克兰的 俄罗斯肯定是做了巨大的让步 因为它在军力上 已经是彻底没有招了 它现在啊 已经请他们这个东正教的神父呀 开始给他们的武器呢 助胜 就是洒洒胜水 给他们的战斗机呀 给他们的坦克呀 给他们的高射炮呀 来助胜了 那你想想 它已经是彻底没办法 应该是人间的办法都没有了 现在开始用神的办法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教外人士啊 不知道这个基督宗教的礼仪啊 那么作为天主教呢 我们每年呢 也有对我们这个汽车的助胜 在美国呢 我还没有碰到 那么我在国内的时候 每年呢 我们这个神父啊 都会给我们的车呀 来一次助胜 因此呢 我觉得也许这个战争呀 结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我们希望是这样吧 还这个世界一个安宁 还大家一个平安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